奉献 用奉献的主题来说 奉献时间灵修是很有趣的 在这35个星期当中 我们每天都会找一些空间 和时间安静下来 读经 默想 醒察 和祈祷 时间是上帝给予我们的 而我们将当中一部分的时间 奉献给上帝 定征在上帝的事 思想我们所得着的 好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这样看 奉献是一个承诺 一心一意的奉献 意味着完全的毁身 认清生命的优先次序 让上帝在每一个生命的领域居首位 带领你 让上帝塑造你的生命 当几年前构思 北雪更生成长为主用的时候 我们一致同意 奉献是北雪的一个关键之处 我们这样想 我们要致力于将我们整个的生命奉献给上帝 无论是在个人的灵修生活 又或者在我们的公开生活中 都要作好见证 并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追求圣结 我们亦自力确保于公开崇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荣耀上帝 这样意味着对上帝的经验是没有分人前和人后的 无论在人群当中或者独处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态度都是一致 不同的只是在明清上 公开的为崇拜 个人的是虔诚 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来自上帝 而奉献就是我们将生命的一部分归还回给上帝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至十五节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他不是恨这个爱哪个 就是众这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们 法利塞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嘲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 因为人以为尊贵的 是上帝汉为可憎无的 伟大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说 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心灵上 理性上和钱财上三方面改变归信 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正好是一个测试 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中 将金钱描述为一个人可以被人服侍的主 就好像我们服侍我们的老板和我们的国家一样 金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事 我们对储蓄积聚财的看法 支配了我们的时间的运用和乐捐的心 也都甚至主宰了我们的谈话内容 耶稣依正慈言地警告我们 金钱可以成为人的主人 因此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 还是让上帝呢 上帝知道我们的心 这个是一件何等未好的事情 他知道当我们往往依靠自己 我们永远就不会归向他 所以他用怜悯代我们 以他的灵来带领我们 使我们的心倾向他 其实当上帝知道我们的心 这个是一个警告 他比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配偶 甚至比我们自己 更加了解我们的心归何处 我们最珍惜 最重视的是什么 上帝的呼召 是要我们全心全意地去奉献给他 奇妙的是 当我们愿意让上帝 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居首位 其他的事 都会自行解决 关键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落意将心献主 全心奉献给上帝 我们就能够从爱我们的上帝 学习如何好好地利用 他给我们的光阴 金钱和资源 思想问题 第一题 耶稣在经文使用了爱和恨 这两个极端的词语 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题 服事金钱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三 对你来说 最上心的事是什么 什么是最重要 最了解你的人 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去形容你呢 第四 来将整个生命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会有什么表现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上帝 感谢圣灵 在我心里面运行 我祈祷 愿我被你改变 全心全意奉献给你 以至生命不再一样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灵修二 出埃及记 第十五章 一至二节 那时 摩西和以色列人 向耶和华唱这歌 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得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海的歌 标记着出埃及记中的一个高潮 敬文技术 上帝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 救他们脱离奴役的身份 带令他们安全穿越海洋 因此 他们向耶和华 他们的救主 他们的上帝 唱这一首歌 作回应 神 就是为他们作战的那一位 神 制服了敌人 制服了敌人 也都将他们带入自己的居所 这首歌 这首歌不但帮助以色列人 实现这个应许 在这首歌当中 以色列回应了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现在是神的子民 围楼的时候他们是奴隶 现在他们成为了一个国家 神是他们的神 他们是神的子民 这首歌 就是他们对这位神的奉献的宣告 重点是 所有的工作 都是由上帝完成的 以色列单单要做的 就是承认 神是他们的上帝 并歌唱赞美他 耶和华就会施行拯救 担当战斗 清理和建造等一切的事情 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 认识他 就是我们的力量和保障 我们可以信赖他 也都得到安息 奉献给上帝 意味着将所有的赞美的理由都归于他 奉献不是为了向上帝证明我们自己 当人认称上帝就是上帝 感受他的大能大力 就知道信实的上帝永远不落空的应许的时候 奉献就是一个追理所当然的回应 灵修问题 第一 在第十五章 有些什么经文是赞美上帝刚刚做过的事情呢 哪些又是赞美上帝的作为 哪些是赞美上帝将来会做的事情呢 第二 你能够以这种方式祈祷吗 上帝最近在你的生活中做了什么 上帝在你的生命有什么作为呢 他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应许 第三 以色力的无助的经历 如何塑造他们对上帝的奉献呢 这首歌又如何重新的塑造你对上帝奉献给他的心呢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上帝 我感谢你最近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 我赞美你 你总是在我的生命中作供 我祈祷 求你坚固我的信心 好让我信靠你 紧记你信实的应许 永远都不落空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灵修三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三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化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生以变化 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 顺存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挑衅在其上 也是喜乐 并因此而欢恩 斐纳比书第二章十七节 保罗将整个生命 完全奉献于上帝 和服侍上帝 对保罗来说 没事能够比这件事有更大的荣誉 这样说 奉献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 从奉献的心开始 我们的思想就会跟随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将整个的自己 牵上帝 作为对他 在耶稣基督中的爱 的感恩回应 这样就会成为 我们思想转变的开始 又换句话来说 心灵的引导思想跟随 关于奉献 即使我们愿意 但总是常常都失败 我们往往会猶疑 不情愿 和总是留一些东西给我们自己 但当我们倾尽所有的 完完全全的献给上帝 他一定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作功 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更加充分的理解 何为神的善良 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 从而在服侍上 感觉到快乐 就好像保罗一样 灵修问题 一 当保罗提到上帝的怜悯的时候 他是指什么呢 第二题 你又会不会好像保罗一样 以生命来回应上帝的怜悯呢 第三 对保罗来说 对上帝的敬虔 是没有分人前人后的 这个是他整个的生命的奉献 那你呢 第四 你将整个的生命当作活制 还是紧紧的其中某部分呢 第五 对于上帝的善良 可喜悦 和完美的旨意 你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你有没有成长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上帝 我感谢你救赎了我 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子民 我祈祷 我能够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献给你 以至我可以忠心地去服侍你 并在你的灵里面得以按照耶稣的样式改变 奉耶稣的命祈求 阿们